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凌晨 一甲火热进行 博洛尼亚坐镇主场迎战沙索罗 两队经济整体表现偏向于主场抢分 而沙索罗经历完10月份一轮恶战 后元气还未恢复 金账不妨看好博洛尼亚主场称雄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马高阿拿奥杜宇上季 到来之后迅速融入博洛尼亚的体系 此子最终全季斩获14个联赛入球成为队内神射手 同时也跻身联赛神射手榜前10 而马高阿拿奥杜宇经济开局也有好状态 博洛尼亚前5个联赛入球都是他斩获的 如今14轮联赛射入7球 联赛神射手榜排名前3 虽然此子近期入球势头不如即出 但他在比赛中吸引对方主力包抄 让队友获得更多的空间 也是博洛尼亚此前好取联赛三联胜的重要功臣 虽然上轮大败给国际米兰 但做客出战并且实力悬殊 实属非战之罪 而金仗回到主场作战 以博洛尼亚经济前7轮联赛主场 只输过一场的表现来看 球队金扑还是有力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后卫其云邦尼法斯因伤眷勤 沙索罗10月份迎来一轮恶战 国际米兰 阿特兰大以及拿玻璃都是积分榜前列的队伍 球队最终都败下阵来 来到11月份 一向崇尚进攻战术的沙索罗在进攻端始终未能找到感觉 破合罗马输给恩波里 球队急需要调整状态 幸好临近世界杯 本轮之后他们将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整 而且阵中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并不多 不过金仗对于沙索罗来说 想要抢分还是颇具难度 皆因球队做客三连败 当中只摄入过一球 沙索罗此行难记厚望 阵容方面 中场麦斯美卢比斯停赛受罚 后卫梅特木杜亚和前锋基哥亚迪费尔都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翻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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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